零DTE教育系列介绍一 散户如何在911周三股市撬动低开高走的关键 穷人变富人的秘密武器 零DTE介绍 大家好 我叫李磊 是天姐大玩家俱乐部的形态女皇分析师 本周三 也就是9月11日 美股低开高走 出现了巨大的波动 背后原因是英伟达CEO黄仁勋的讲话 但是为何英伟达的波动可以带动整个大盘 散户能够撼动这么大的股票吗 我们来看两段华尔街分析师的X推特 自1993年SUP500 ETF SPY推出以来 只有9次发生这样的情况 极指数在盘中低点时下跌至少1.5% 但最终收盘时却上涨至少1% FB SPOKE INVEST Spot Gamma在推文中提到 昨天9月11日 英伟达美元NVDA交易了620万份合约 这是自2020年1月以来的第11大交易量 交易量最高的前11个合约中 每个合约的成交量都超过了6位数 这些合约的到期日均为9月13日 其中8个是看涨期权 要到第38个合约才能找到到期日超过两周的合约 这意味着在当日交易中 大多数投资者压住英伟达的短期看涨期权 显示出市场对英伟达短期价格上涨的预期 英伟达在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100指数中的权重约为7% 并且推动了这些主要指数约20%的涨幅 我们从这两位资深分析师的分析 可以看出散户买进卖出当天到期合约 叫做0DTE 0到期期权合约 敲定了整个大盘 因为做市商必须在散户买进期权后 在市场上买进相同比重的股票 还有一件事情 周三当天 当0DTE美元SPY看涨期权的售价为0.03美元时 压住1万美元 不到三小时就能净赚170万美元 这已经成为很多人谈论的一个话题 2023年华尔街日报有一视频报道 关于当天交易的合约视频0DTE为何会那么受欢迎 0天到期 0DTE期权在过去一年中迅速流行 允许投资者在同一天内对股市走势进行投机 带来巨大的盈利和损失 尽管风险极高 0DTE期权的吸引力 在于其潜在的无限收益和相对较低的成本 许多散户交易者参与其中 推动交易量创下新高 然而 专家警告这种投机行为可能导致市场波动加剧 尽管面临挑战 交易者仍然坚持追求高额回报 并计划通过教育他人来实现更大的财务目标 0日到期期权 0DTE在过去一年中迅速传播 吸引了大量投资者 尽管他们带来巨大的盈利潜力 但风险也相当高 可能导致巨额损失 投资者需谨慎对待 0DTE期权允许投资者在同一天内进行交易 这意味着可以在短时间内捕捉市场波动 带来快速的收益或损失 由于其高风险性质 许多交易者在追求短期利润时容易忽视潜在的损失 Jason Little分享了他交易0DTE期权的经历 包括在重大新闻发布时如何抓住市场趋势 他提到 在一些特定的市场情况下 交易0DTE期权的成功率会显著提高 尽管0DTE期权的价格相对便宜 但许多散户交易者面临着较高的失败概率 Jason在自己的交易生涯中经历了大额损失 这提醒投资者在参与高风险交易时要保持警惕 2点20分随着0天到7 0DTE交易的流行 越来越多的散户交易者参与其中 导致交易量屡创新高 这种现象吸引了许多希望通过交易 获得高额回报的人 但也引发了市场潜在风险的担忧 近年来 交易者们从传统的9到5工作转向交易 因为后者提供了更高的收益潜力 一次成功的交易可能让交易者获得巨额利润 这种吸引力促使他们不断尝试 0DTE交易的兴起部分 源于期权交易所扩大了合约的可交易天数 促进了市场活跃度 这种变化使得散户交易者 能够在每周的每一天进行交易 进一步推动了交易量的激增 尽管0DTE交易吸引了大量散户 但市场分析师对这种交易模式带来的风险吊失担忧 专家警告称 随着交易量的增加 可能会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 影响整体市场稳定性 4.20分0DTE期权在交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甚至在市场出现不可解释的波动时 也能提供线索 尽管存在风险 但成功的交易者仍能够从中获益 实现个人目标和梦想 Kochuba提到 0DTE期权的交易量和市场波动 可以解释某些奇怪的市场行为 这在华尔街引发了热烈讨论 理解这些因素 对于投资者来说至关重要 成功的交易者通过交易实现了个人梦想 比如购买豪车和奢侈品 表明了交易不仅仅是金钱的游戏 更是个人成长和实现愿望的途径 他设定了明年的目标 希望每月赚取六位数的收入 并推出一个期权交易课程 这展示了他对未来的规划和追求成功的决心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0DTE系列 参加天解大玩家俱乐部 1万美金到10万美金0DTE 每家电话1800-958-8561 偏解大玩家 这是小乐部 2万美金到10万美金到15